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電視播呢 它的課程內容 你可不可以看這個 第一個 一本書 它說 Fuel and Wave Electromagnetics 它是第二版的 還有David K. 聖 各位應該有這本書吧 有沒有 有這本書 沒有關係 第二本 Electromagnetic Waves 這個作者的名字很奇怪 我都不會唸好 就像是來國的人 不過他寫的是英文 第三本書呢 叫做《Engineering Electromagnetic Views and Waves》 叫做《Engineering Electromagnetic Views and Waves》 是第二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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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版的 是 中文 是 是《Electromagnetic Field, Energy and Waves》 是设计的《Tenol and Metal》 我们主要的一开始了 我们用的是第三本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Waves》 这本书可能来不到 很老的书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有讲义 我们到了 后来也有用到第二本 《波的鞋色》 《波的正向入色》 《鞋色》 我们用的都是第三本书 然后到鞋色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第二本书 第一本 第一本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本书 不过这一本书 我们通常都是 到后来到下学期 《传输线》 或者是《波导》 《天线》我们才有的 因为我都有讲义 所以没有关系 第二章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课程内容 所以我们整年的套层内容都在这里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第一章我们是虚论 就是介绍这个波 怎么形成 波的函数 怎么样是编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学电视波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 他是硬把这个波的函数 把它背下来 但是函数里面的 这个轮子 代表什么意义 他都不晓得 所以这医学整年 他只是背一些东西 所以他一直用不一样 波呢 你要整体说起来 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 是在 大一的时候 学波 然后大二的时候 大二的时候 你们也有 像《近代物理》 有附置波等等 可是呢 我发现 我们没有一个很凡的 从最简单的概念 慢慢慢慢的 推演到 我们用 Exponentials 来表述波 那么我在这个 序论这个地方 会详细的 各位讲解 我希望各位 在这一次 把这个 概念 完完整的 学好 OK 第二章就是 介绍平面电子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电子 然后呢 第三章就是介绍 倒底介质中 在倒底介质中 第二章就是 均匀平面电子波 第四章是 介绍 Pointing Field 跟电子功率 不硬平定理 于电子功率 然后第五章就是 平面波正向路 反射与穿射 然后第六章就是 平面波的偏正 它有所谓的 线性偏正 圆 与偏正 电子功率 第七章就是 介绍平面波 鞋向路射 与理想导致表面 理想导致表面 第八章也是 也是介绍 鞋向路射 不过这支路射于 界电子表面 我们第一学期 可能是 讲到 或是讲到 第七章 现在我们有 Tartboard 可能会讲得比较快一点 希望能够把 第八章讲完 然后下学期 今天我们就介绍 传输线文理 与定用 跟这个 天线 天线 我把它拆一下 就知道 这个 虎色天线 跟 敌人造物天线 这两部分 这两部分 雖然只有 下学期 你看到 它只有四章 它主要在内容 跟它全部加起来 这个叶耳术 比前面波长还要多 好 那么 这是我们的内容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授课方式 吗 要注意举那吗 我们 有 课程讲义 这课程 全部都有讲义 这个讲义呢 公布在网络大学 可不可以到网络大学去 把这个 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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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布了 二СТ 两章 第一章 第二章 三排 你先下课做 每年来 因為有講義 所以他就上課了 反正我有講義 回去可以看 結果回去有沒有看 還是沒看 所以這個講義 他有他的用處 他的用處就是說 你有了講義的時候 我下一次上課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個預習 你先把它看著 用中文寫的 你可以先看著 然後我講完以後 我講完以後 你回去再用這個講義 做一個複習 把它用清楚 他的功用在這裡 就是說你不要聽課 就在家裡頭看 然後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的課程全程錄影 那麼這個錄影將來 會跟蔣醫一併地公布在開放式的課程 開放式課程裡面 開放式課程不是說專門要有用 只要想學 只要肯聽 想聽的人 想看的人 都可以看 不管你是學生還是什麼 你只要有電腦 有網絡就可以看了 還有 你們今天回去以後 要我將 鼓募 下學期的開放課程 鼓募在開放課程裡面 有錄影 也有講義 那你回去以後 把第二章下學期的 第二章跟第七章 第二章講的是高師定律 第七章講的是安培定律 因為這兩個我們都可以用到 你必須要幹得很清楚 我們學起來才會得心應徵 所以你把登錄下來 趕快錄習 趕快看 趕快看 希望你就是 我們動作一定要積極 要積極 我這個意義 要你必須登錄 要你必須看 你就真的要看 你 要不然你跟隨時 怎樣 這個是 補充一下 讓你們 步行一下過去所學的 高師地域和安培地域 我們除了用投影片之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用版書 用版書 所以我們有投影片 還有版書 投影片就是我們一般上會用的 那版書呢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些平時要補充的東西 那我的 PowerPoint 上沒有 我就在黑白三線 或者說你們同學有什麼問題 我們也可以在黑板上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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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聽課的時候 今天也不要超仔細啊 一邊聽一邊 腦筋要跟著轉 不要聽聽聽 然後睡著了 跟著轉 然後馬上去想到一些問題 有問題就可以跟我討論 任何問題都可以討論 沒有怕我不懂 是有很多我不懂 你本來就是 是一個完全的 我不懂也沒關係 那我們討論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想辦法 找資料 來弄清楚 OK 然後 這一點很重要 課後以後 同學要請做習題 這習題呢 通常是在這個最好的這個課本 就是我剛剛公布的課本 第一個 第一項裡面 從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十章 十一章 都是習題 那你們可以按照這個習題呢 來做 有些做的 因為我講的順序 可能不再一樣 所以習題呢 你們要仔細教 比如說 四五十題 這個節奏 不是每一題你都能做 你聽完這一部分 你能夠做多少 你就在那個題目裡頭挑 挑那些你經過的 可以做的 比如說你在講這個正向目色的時候 那邪向目色你就不能做了 有關於斜向目色的 就在百分之五 先做正向目色的 然後這個習題是幫助你們消化 所學習的東西 你不要光聽不練 你做的那一堂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都是光聽不練 第四堂我告訴你 就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因為前面 學者都忘掉 好 那麼第五 要請做習題 習題呢 我可能 沒有辦法替你們改 因為 這個課 沒有編助教 那我這個 事情很多 除了準備這門課 我還有別的東西要做 好 那個 英文台裡 有很多的符號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呢 每一個符號之間差一點點 但是分別很大 那你一定要這個 把它學的時候 要分清楚 特別是項量跟純量 很多同學到現在 那這個階段 項量跟純量 還搞不清楚 你項量跟純量搞不清楚 你怎麼學電子學 不可能學的 所以 你現在要嚴格地要求 你自己 每一 每寫一種符號 都要寫對了 要嚴格地要求 OK 再來呢 就是 你們上課 今天人好像蠻多的 後來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來大概 還有兩三個在睡覺 回去 別人都不來 問別人都為什麼不來 大概是因為有講義的關係 回家看就好了 不告訴你 這樣子你學不到東西 你不敬業 就學不到東西 然後 不要翹課 平常都要來 不能要來 不要遲到 不要早退 我們正在錄影 你這個 一開門一進來 進進出出 這個聲音 很吵雜 很不好 不教課 不遲到 不早退 所以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要講話 好多數學在後面講話 你跟我 旁邊 竊竊私語 其實不是竊竊私語 他對你講內裡都聽不見 怎麼叫竊竊私語 呢 妨害次序 我跟你講 不要講話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要分辨一個好的大學 跟野基大學 我只要去聽他一堂課 我就知道 一個好的大學 他上課的時候 安安靜靜 學生都全程專注地聽講 那麼野基大學呢 不一樣 他講話比老師還大聲 我領教過 我領教過 我以前 很早很早 在成大教書的時候 我曾經去 成大附近 就是台南附近的一個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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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過課 上什麼課呢 電路去 電路很簡單 你知道嗎 結果我一上課 哇 那開始講話 講得就跟菜市場一樣 我回頭罵了五分鐘 不講了 我回頭 又回頭 然後就寫黑板的時候 又開始講 後來我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種心情呢 因為他們都聽不懂 他們是高中考不上 然後再去考五關 ABCD 直到Z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都寫不出來的 然後這個算數 加減乘除四則問題都不會 去英文轉 那他什麼都聽不懂 整天坐在那裡 當然講話了 所以講話的同學 就是什麼樣的同學 你知道嗎 根本聽不懂 已經聽不懂了 這些同學 你要去講話 別的同學就知道 你要 沒救了 你怎麼講 你都聽不懂 然後呢 因為有你在講話 所以這一班 就變成野雞班 人家有的全班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裡勉勵各位 絕對不要講話 在這個地方呢 你經科的時候 只有我在講話 除非你有問題 要問老師 否則你都不要講話 還有就是 我的講義 我這個屬下 校正過的 因為第一版 第一次寫的 錯誤很多 各位看那個講義就知道 密密麻麻都是算字 算字 你要把它寫上去的時候 總是會有筆目 因此呢 我這個暑假就把它更正了 更正過 然後呢 裡頭可能還有 我沒有看到的地方 希望同學你啊 去讀講義的時候 發現有問題 有錯誤的地方 氣下台 要跟我講 要跟我講 一定要跟我講 因為這樣我們全面能夠合作 把這個講義弄得非常的完整 好 還有就是 在我上課之前 這個黑板 可能別的老師用過 都沒有擦 我希望你們自動把它擦乾淨 不要黑板上不要有任何的資格 要自動的把它擦乾淨 不管是誰 你們都可以擦 不要以為說 這個 擦黑板 就比人家第一的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四年 都說我擦黑板 我是去第一個 坐在第一個 一去 黑板上有一次 我就把它擦掉 擦黑板有什麼不好啊 所以 黑板上呢 要留 留著善殘刻的資格 然後我們在的善殘 怎麼這樣不好啊 好 那麼 你們現在 回去呢 就是先把 第一章 第二章的講義 登錄下來 有的同學 好像已經有上學 已經有上學期公佈的獎益 所以我不好意思 那個因為你都錯誤很多 很多 那麼 那麼 這一學期呢 更新了 所以 可能也還是再登錄一次 比較好 那麼你已經登錄了那個獎益 你可以用來做操骨 反面 可以寫 誒 好 這是我的 授課方法